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房子是一套维修Stone Bridgeland 这个设计非常高端的一套湖景房 这套房子的报价特别低 78万5千美金 它的五个卧室五个半洗手间的结构性非常好 并且它占的位置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的中心的湖景的位置 现在先跟我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感觉吧 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 它有升级的厨房升级的大理石 全石木的地板 在二楼公共区域也是全石木的地板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风景是非常好的 这个房子的公共区域占据了一个非常中心的湖的位置 所以后院很漂亮 但是唯一缺缺的就是这个房子后院的这种感官呢 稍微差一点 因为它没有泳池 如果坐上泳池的话 肯定是更好的一个感觉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Brigeland一个高端社区的一个湖景房 这个房子的照片不如房子本身好看 然后湖景的位置是非常好的 一进门就这样很宽大的感觉 这么高 就是很豪的感觉 然后往前面走 在往前面走之前呢 右手边 是一个卧室 它的这个客人的卧室都很大面积 然后再往这边看 就是客人的一个洗手间 但是这个洗手间是一个权位 然后这边是可以淋浴的 然后它的这个客人洗手间的大理石材面 然后还有这金属部件都是升级过的 所以这一点来看 这房子升级非常好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就是 这边是车库 然后这边是一个 出藏的一个地方 出藏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门廊 就这样子的 然后呢 右手边是一个 Dining 它这个灯 是2H的一个灯 这个灯比较漂亮 也比较过意 它这个家具好像跟它的风格又有点不是很配 因为这个房东是一对中年的夫妻 然后往前走 就来到漂亮的大客厅了 落地窗 大客厅 Dining Room 然后呢 这边是厨房 它的厨房都是有升级的 六灶的炉灶啊 然后双烤箱啊 然后白色的大理石台面 白色的橱柜 全都是升级的 对于一个78万多的房子 又是大湖景来讲 这个升级非常的好 这是Darling Home的一个房子 当时这个房子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然后包括因为它的这个灯 点缀都是很漂亮的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占地的位置 是在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湖景的位置 然后从这边走过来 这边还是很有内容的 然后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客人用的洗手间也是都是加装的 这些东西 然后客人用的洗手间的里面呢 是一个衣帽 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面积够大 所以有冰箱 有洗衣机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有一个 还是赶硬登哎 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是主卧的衣帽间 待会我们再看 我们先往前走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放映厅 这个房子的很多的公共的区域 都是在一楼的 然后这边放映厅也是放在了一楼 Darling Home有很多的房子的设计 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是有一个书房的 他把书房也放在了一楼 书房放在一楼什么位置呢 这个门是 也是一个车库门 这是主卧 放在主卧的旁边了 这是主卧的一个小客厅 主人可以在这喝个茶看看风景 然后呢 进来之后 这边就是主卧的洗衣件 对于这个房子来讲 我觉得主卧洗衣件 其实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加装很好 所有的这些橱柜都是加装 当时我们家这个加装的时候 我就没舍得装这些橱柜 因为特别贵 然后呢 大理石台面 这些都做的没有问题 然后它有一个walking式的淋浴间 我特别喜欢这种walking式的淋浴间 因为它玻璃的面积很小 所以说您要是洗澡的话 也不用天天再挂玻璃 然后右手边 就是刚才我们过来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衣帽间 但是它是一个房子 只有一个衣帽间 应该是 往这边走呢 就是马桶间 它这儿还有一个房间 是干嘛的 哦 马桶间这儿有一个储藏室 可以储藏各种各样的 这个毛巾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很温馨 放两个 嗯 就你看看书啥 真挺好的 说实话我觉得这家人的这个 家具好像有点古老 可能是他们的年龄吧 然后我们再过来 好好看看 这个大客厅 这样子的一个大客厅 然后厨房也够大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二楼是什么感觉 Darling Home 是一个半定制的建商 它这个建商一般只盖 比较贵的房子 哪怕Darling Home 那一层的房子 都是差不多 五十万左右的 一上楼来 右手边是一个game room 它这儿还是加了一个鞋子台 我觉得这个房子之所以 没有很好卖 挂了八十多天为卖出去 是因为它的布置 可能还真的有点老年人的想法 然后这边呢 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带窗户 然后这边是一个套件 他们家因为是这个祖父祖母住 所以他准备了这种双人床啊 都是给他的外甥女儿啊 还有这些孙子孙女儿的 我们再往另外一面 公共区域都是木地板 这个我很喜欢 然后这边有一个房间 房间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床是个queen的床 然后呢都是套件 这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再往门口 这又是另外一个卧室 其实他家每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都还是面积比较大的 而且每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都是一个套件 房灵又比较新 全部都是套件 他家的院子呢 风景非常好 可是院子里面没有做太多的 这个东西 所以楼上是三个卧室 楼下两个卧室 这样的一个构造 好现在就让我们去 这个房子漂亮的院子看看吧 这房子院子是非常好看的 风景实在是太好了 我上来看一下 一个padeo 然后他这儿做得很漂亮 这是老奶奶自己做的 但是呢你看院子这样 看就没有很大 有点空空的 然后那边就是一个壶 航拍当中会看得更好看 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他外面加了一个这样的室外厨房 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社区环境 还有所在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 休斯顿这个社区有著名的开发商 Harvard Hills 在休斯顿城建开发 这个开发商是一个非常大的有军工背景的开发商 在休斯顿这个城市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小站叫Wordland 这个Wordland就是Harvard Hills开发的 所以说Harvard Hills开发的所有的社区都没有档次非常低的社区 它只做高端的一些开发 休斯顿的很多的社区包括唐城的Riverstone 再包括Missouri City的Siana Plantation 这些好的社区呢其实都是非常出名的 可是BridgeLand之所以目前来说算是排名最高的一个社区 不仅有它这个强大的开发商的背景 还有就是BridgeLand的绿化面积真的是非常的好 整个BridgeLand的占地面积是11401个acre 也就是差不多46.14平方公里的一个整体面积 在这个整体面积当中呢 用于这个绿化的面积就大概达到了900个acre的这种绿化和湖泊 同时它开发了三个休闲娱乐的活动中心 这三个活动中心的话它占地了差不多3000英亩 所以说在绿化面积和这个房屋密度上来讲 BridgeLand肯定是略胜一筹的 但是BridgeLand也有很多的缺点 最大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地税偏贵了吧 因为BridgeLand现在的税率是3.6 也就是说在高税率的情况下 因为养房成本就是非常高的 高昂的税率导致了这个社区很少有出租房的出现 因为养房成本太高 投资人如果付出这么高昂的一个养房成本 去出租这条房子的话 它的租金回报率并不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社区是非常非常适合自住的 当然了在这个社区当中自住的这个居民 也高达87%左右的自住常住居民 整个社区的公立教育资源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高税收这个税就体现在了周边的设施 还有周边的学校还有警察局的部署 火警的部署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的部署上面 所以可以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拿着高昂的税收 然后这个享受这样的环境的 如果您觉得社区的环境对你来说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bridge line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毕竟养房成本是高一些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bridge line了 我喜欢这个社区 也希望您能喜欢 如果您对搜段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